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也欢迎新的朋友来到我的频道,我叫Gracy,那今天的视频呢,是一期内胆包的分享,如果你还不知道,我有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我拿到包了,谢谢,客气,客气,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分享,就是我拿到,这是我第一个爱马仕的包包,强迫症如我,拿到了爱马仕包,除了开心,激动, 手无足蹈,手足无措以外呢,就是想怎么把它背出去,但是背出去呢,因为它这个,像菜篮子这种,它就是一张皮做的嘛,那里面你就怕它刮花啊什么之类的,就很baby这个包,所以呢,肯定要找这个内胆包,我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功课,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甚至我在没有买包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做功课了,很想哦,就是说分享我的这个,对于内胆包的一个经历和测评, 然后希望能帮助到大家,今天呢,还有两位其他的包包的嘉宾,没有人嘉宾,就包包的嘉宾,就是在我视频中,我就细细来说吧,那就现在开始我们的视频,那这个呢,就是我的菜篮子,18,小号的,最小号的,当然最近出了那个14的micros菜篮子,那个不是很常见,我们就不说啊,就是最小号的那个, 我这个是金棕色TCP搭配银扣走白线,我就是做了很久的功课,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比较大的两个牌子吧,大家很多,也是很多大博主推荐过的哈,就是,一个是7RP, 就是,呃,法国,一个法国姐姐,因为她应该也是爱马仕的一个什么专家吧,反正是,她自己的牌子,但是,那个,这个呢,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澳洲博主,名字就不说了啊,就是,疯狂推荐的, 但是,她家太贵了,真的,真的是下不去手,她就算是给我爱马仕,做那个内胆包,我都觉得太贵了,知道吧,就是我,因为我在买这个内胆包的时候,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我现在搭配的这个,我在买这个内胆的时候呢,我做了功课,因为我之前不知道7RP有多贵,因为我是,我知道他们家是纯手工,基本上算是定制, 就是,就是,我拿到的是什么什么皮,什么颜色,它可以帮你定制,哇塞,这个,你知道菜篮子这个,那两包,他们家卖多少钱吗,400欧,疯了吧,我当配货不好吗,我干嘛要花这个钱,而且我觉得,而且他们家用的就是不值不,我觉得不值不,好像不值这个钱吧,所以我真的觉得,我,我现在,我现在的财力,我真的下不去手,我这菜篮子才2000多,我花400块钱,五分之一的价格,我觉得不值,另外一个牌子,是一个韩国人的牌子,叫, S的那个牌子,它呢,可能价格还行,但是问题是,他们家官网说,好像要等大概,四个礼拜,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家我不知道是从哪寄来,好像是从韩国寄吧,就是,你,你拿到了包,你非常想要着急出去,带出去, 然后你的强迫症告诉你,没有拿到那点包之前,你不可以出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是下单等他呢,你还是说找到,找一个好一点的,你能迅速买到的,我还有个渠道就是淘宝,就是我可以淘宝买,淘宝有很多选择,很多便宜的,贵的什么的都有,那就转运呗,转运,最快也要差不多半个月,三个礼拜吧, 我也等不了,而且呢,我真的不想为这么一个小东西转运,后来我就参考了无数个小公书什么,无数个这个网上的这种视频啊什么的,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那点包,价格我觉得不是最便宜的,肯定比,肯定不是说在,在你这些,比如说你跟淘宝比,绝对不是最便宜的,但是呢,他们家我觉得,第一,是在亚马逊上, 可以买到,我是美国嘛,所以我是在美国亚马逊上的,然后我看小龙书上是他们家,好像各国家的亚马逊都可以买到, Amazon上,然后我又Prime嘛,所以呢,这个,两天就到了,两天就收到了,这个速度对我来说,我可以接受, 就,我知道两天后,我可以带出,带我的包出门了,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你能明白吧,他们家,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主打爱马逊的,然后爱马逊的包的内胆包呢,是选择最多的, 这个牌子我想,叫什么来着,我看一下,BGAZ,我打到屏幕上,我找不到标签了, 然后它,它是这种就是丝绸的这个材质,就,首先它很轻,很软, 之前我提到的那两个家,我做功课的呢,都是不织物的材质,那个一会儿我可以讲到, 然后它这首先就很软,然后很轻,你看它站立的时候,它是可以站好的, 所以它有一定的支撑度,然后它里面的这个隔层做的也不错, 然后,就是这个不是放钥匙的这个,放钥匙和锁的这个包吗, 你怕丢的话,你就也可以平常放在这里面,然后那个,你就只有出门的时候, 你如果嫌重,可以拿出来,但是平常就放这里,然后它可以起到一个包撑的作用, 因为我放进去以后,我发现它就是这样撑住的, 放进去的时候也很容易,你看,然后它,就是它的这个高度做的也很不错, 它不会有那种奇奇怪怪的纹路,就还,我觉得还不错,对吧, 这个包明显的就有形很多,如果没有这个内胆的时候, 菜篮子就是它就会,你拎的时候,你放了东西以后,它就会塌, 它就是这样塌,其实这种也挺好看的,只不过就是看你喜欢那种风格吧, 但是菜篮子毕竟算是一个价格比较低的包吧,在爱马仕里面, 如果你是什么Burkin啊,Kelly啊这种,你肯定是要放这种内胆包来撑, 就是撑住它的这个形呢,然后这个好像价格是, 我到时候都把那个价格打在那个屏幕上,50多块钱, 你好像还是有的时候有什么coupon可以用的, 然后在美国发货,它应该是美国有仓库的, 然后这个牌子我在淘宝上也有见到, 它应该是个中国牌子,然后淘宝也能买, 所以呢,国内的小伙伴也可以买到, 当然了我没有跟其他另外两个牌子比啊, 所以我不知道,可能价格方面跟那个S加差不多吧, 差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光速度这一方面就赢了, 然后我看它这个不是材质什么的都挺好, 我挺喜欢嘛,我就迅速又下单了两个, 然后为我另外两个包包买了它的这个内胆,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我就,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买这个了, 哦,这个颜色,它其实是可以选就是同色系的, 就是可以选金棕的, 但是我就是比较叛逆,我就是想要小鸡黄, 然后我就是喜欢里面搭配不一样颜色, 所以我就选了小鸡黄,颜色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么着搭配也一点都不违和,是吧, 有很多选择,你可以自由搭配, 我是比较喜欢颜色不一样的, 我是没有买到那个Verso, 就是里面是拼不一样颜色皮的那种菜篮子, 所以我就拿内胆包满足一下这个小小的愿望, 我来请出我今天的第一位嘉宾, 我的Dior Booktote, 这个现在已经是中号了, 因为它2022年就是今年, 它自己它出了一个新的小号, 我原本这个是小号, 这个是我帮他买的内胆包,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开箱视频, 你就知道我为了省钱, 我给我的这个包缝了一个, 我自己缝了一个内胆, 但是你看到,你能看到它的区别,对吧, 我当时不是我的理由就是, 我觉得其他家做的都太矮了嘛, 但是这个其实还行, 这个就是在我接受范围内, 这个是那个D家的, 这是我自己缝的, 但是我自己缝了呢, 就有一点没形, 这个, 因为我这个已经用了大半年了吧, 就是这个包, 这个包真的还蛮好用的, 我可以到时候, 如果你需要我做个测评, 我可以出个测评, 我还挺喜欢的, 我自己做这个包呢, 就是因为我想加一个这个放水瓶的这个地方, 我这有一个放水壶的, 然后这有一个特别大的兜, 这是放手机的, 我其他的呢, 就没有分隔的, 但是因为我这个材质呢, 太薄了, 我放了水壶以后, 这个包就有点往这么塌, 它等于没有起到那个内胆, 那个就是支撑的那个作用, 如果放了手机呢, 它就有点往这边塌,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你看它本身站立起来, 就不如这个站的那么的, 就毕竟好像咱这业余的和人家这个专业, 做的就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 我想我还是买一个, 对我的包好一点, 我还是买一个吧, 然后它这个呢, 就还不错, 因为它是丝绸材质的嘛, 它里面可能有一些什么填充的东西, 让它能站立起来, 所以它还是很轻, 我再把它放进我的包里之后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重量上的特别的变化, 然后它这个分层做的也不错, 它这个也够大, 可以放手机, 但是我不确定它这个侧边, 这个能不能放进水壶, 我还没有试验过, 就是我, 因为这个是我刚买来的嘛, 我就是只是测试了一下大型,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 我回头, 在视频的最后, 我可以把它称重一下, 然后看看这三个都多重, 但是我感觉是挺, 还可以, 这个因为我, 我自己, 这个就是不织布, 所以我了解不织布的重量, 它, 这个我自己做的不重, 是因为它全部都是单层的, 我只有在这个底层这儿好像是用了两层, 就是这个底儿, 用了两层, 可是如果我想要更有形一点, 它就会变得很重,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买那个那两个牌子, 因为它们都是用布织布, 然后看起来就觉得蛮重的, 这个是第二, 然后它这个颜色, 宝蓝色我觉得蛮好看, 就是刚好我这个是蓝色嘛, 不是宝蓝了, 这个什么navy, 刚好我这个就是蓝色的配色, 然后我觉得这个搭配起来还可以, 是吧, 然后它们家好像其他牌子哦, 有, 但是起码颜色上选择没有爱马仕那个那么多, 可能大家真的只有爱马仕比较爱惜吧, 我们所有的包包都应该值得我们爱惜啊,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比较重磅的一个嘉宾哦, 我的古董级的包包,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奢侈品的包包, 我的第一个lv, 已经十几年了, 你看它还是很, 怎么说呢, 就是它还是很经典, 很, 这个是Speedy, Speedy 30, 我想那个年代, 十几年前大家应该入手的第一只包, 都是Speedy 30吧,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其他尺寸, 有, 好像有一个25, 有一个35那个时候, 但是我当时, 因为当时是大包当当, 年轻的那个姐妹们可能还, 可能不是很了解, 那个时候真的大包当当, 管你里边放一个手机, 还是放一个什么钱包, 你就是要大包装, 但是那个年代, 没有内胆包这个概念, 没有, 完全没有, 好像是过了很多年之后, 它就是有一个, 有一家牌子, 我也买了, 是这个, 它是第一家出内胆包的, 但是他们家当时出的时候, 尺寸非常非常有限, 就是你, 你只能是比如说买, 买这种尺寸, 然后它可以这样打开, 然后里边怎么着, 然后你只能是凭运气买, 像我这种大包, 它装进去, 就没有意义, 连包称都做不到, 所以我其实后来, 带这个包的时候, 用了很长时间的这个, 但是没有什么意义, 除了可能好找一点, 东西在里边好找一些, 它本身没有其他的意义, 所以我看这个D他们家呀, 有这个Speedy的, 我就马上买了, 等我拿出来啊, 这个不是很容易拿, 因为它这个拉锁的问题, 所以他们里边的东西, 我里面是有一个内胆包的, 如果你能看见, 是同色系的, 然后因为它, 因为它这个本来就很大嘛, 你如果里边, 那个内胆包又很重的话, 你这个包就会变得越来越重, 然后这个我这是最早的款式, 所以是没有肩背肩带的, 就是手提, 所以如果你这个内胆够轻, 才可以用, 不然的话就真的, 它会让你的手很累, 然后它中间也做了这些不同的隔层, 也都是丝制的, 它你看, 如果我不放这个内胆的话, 它就有可能这样, 它, 但是呢, 当然了, LV家这个包是最耐造的, 无所谓的, 就是你可以不用这个包, 当包称也可以, 然后但是你把它塞进去以后呢, 它的尺寸是刚刚好, 就这样, 就它会是一个这种比较有形的这种概念, 如果你喜欢这种有形的, 你看我这个包, 它的这个质量有多好呀, 这十几年了, 就是有时候摸习惯了, 这个帆布啊, 再摸一下现在新的LV的帆布, 真的那新的帆布就薄得跟纸一样, 真的没办法吐槽, 这个内胆包还剩, 我还是很推荐的, 我现在来量一下它们的重量, 就是说这是我做咖啡的这个秤, 所以它非常准, 它可以量到很准确的那个小数点, 我先来量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菜篮子, 这就是一个裸的内胆包, 什么都没有啊, 我看不见, 好像是90多, 90多克, 到时候你可以看到详细的数字, 不到100克, 那就真的没啥, 非常非常轻, 然后我来量一下这个Dior的这个, Dior这个因为大嘛, 可能我觉得会稍微大, 重一点, 244不到250克, 就已经非常非常轻了, 那就不算啥了, 然后这个Speedy的这个我也给你量一下,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怎么说呢, 还是挺划算的, 好像我到时候把具体的价格打在这里, 反正这三个买了, 花了100多块美金吧, 就我觉得可以接受, 然后它这个就是段子的这个材质呢, 我也觉得就是比较保护包包吧, 就比较保护那个皮子, 就是它其实对那个皮子是比较好的, 然后看起来应该也是不会染色的那种, 好像不知不也应该不会掉色, 但是这两个我其实不太担心, 主要是这个菜篮子,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浅色的, 就是以防万一嘛, 对吧, 然后目前我这个放在这里可能几天了吧, 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 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种材质应该不会很轻易的, 就是掉色什么之类的, 所以最主要的是能保护包包, 然后给它起一个包撑的作用, 它里面它来的时候, 还带了那种像小枕头一样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愿意, 可能那个也可以做包撑用, 但是我不建议放进那个就是爱马仕的包包里, 可能像Dior啊, 或者是那个Speedy这种可以, 那就, 那我觉得基本上我的测评就是这些内容了, 然后我可以把那个链接放在我下面的信息栏里, 但是呢, 我想请你知道我这个是没有任何就是收益的, 就是因为我那个不是Affiliate Link, 反正我没有申请那个就是Affiliation, 就是你点击我的任何链接, 我都是不会收到钱的, 所以大家请放心, 就是纯粹给你一个就是信息吧, 我来做一个信息的分享, 最重要的是它价格比较合理的情况下呢, 它的那个快递是很快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选择它的原因吧, 然后拿到手以后发现品质也非常不错, 我觉得三个包, 或者说比如说50块钱买一个这个爱马仕买一个内胆包还是可以, 因为如果你想你之后可能爱马仕的包越买越多对吧, 如果你每一个都要花几百刀或者几百欧去买一个那个内胆包, 那你没买几个内胆包, 你都能赶上一个新的爱马仕包了, 你那个三万二P如果你愿意寄那个样品给我, 我是愿意测评对比的, 好吧, 那就是看这个值不值呢, 肯定是大家自己心中都有感秤,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还可以挺值得, 所以大家如果也在选择内胆包的时候, 它可能是一个其中一个选择吧, 你可以试一试, 反正而且亚马逊的退货很容易嘛, 你不喜欢你就退了, 那法国那个从法国寄来, 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退, 你不喜欢你咋退啊, 就中间这些繁琐的这些事情都耽误你的时间了, 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我是比较比较推荐这个内胆包的, 所以我就可以带着我的蔡兰出去美美搭了, 那好吧,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和留言,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交流,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